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香港回归以来 就一直有游行示威这种情况出现 最早是在2003年的反23条立法大游行 今年的这个事情具体而言的话 实际上在今年的2月15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安局 就已经向立法会提出了要修改逃犯条例 还有刑事适宜法律协助条例 这两部条例提出了修例的申请 整个事情其实它中间酝酿了很长时间 那么在3月15号的时候 香港的反对派叫香港众志 它去冲击立法会 然后阻扰相关的修例讨论 最后爆发是在6月9号 香港据说上街的人数现在都没法确定 你比如说像CNN这样的媒体 它报道说是200万人上街 那么香港总共才700万人 另外有些说法是这个二三十万人 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 那么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立场的人 他会援引不同的事实 所以说一般的旁观者甚至连多少人参加游行都不知道 后来在6月12号的时候又发生了紧密冲突 之后就拘捕了一些使用暴力的示威者 一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参加这个示威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这个条例 包括他要修改的内容 之所以要修理他的一个由头是去年 2018年的2月份 然后有一个陈姓的香港青年 和他的潘姓的女友到台湾去旅游 后来姓陈的这个小伙子他就自己回来了 那么他是把自己的女朋友杀死了 在台湾弃尸 他回来以后台湾的士林地检署 向这个香港提出这个法律协助方面的要求 但是因为这个台湾和香港之间没有 这个引渡和这个刑事司法协助的这个协议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不好办 这个事情就曝光出香港的一个很大问题 他现有的这个相关的法律 他要求只有当香港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签订了这个刑事司法协助协议之后 才能够提供相关的帮助和引渡 而且这部条例明确的说 本条例不适用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以及中国的其他地方之间的刑事司法援助 那么所以说包括我们内地有很多的这个逃犯 他跑到香港去以后 他都没有相关的安排把他们引渡回来 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部条例的话 它的这个内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是符合很多的这个国际惯例的 它有所谓的这个同属犯罪标准 也就是说你要引渡 那么必须在两个地方都属于犯罪 然后这部条例它也不适用于所谓的政治犯 它基本上适用于46种 侵犯公民的生命人身和财产的这样的犯罪 那么同时它也符合其他的这个法律程序方面的要求 所以说这个事情它只是一个由头 它也被这个香港的反对派扭曲成所谓的反送中 那么它其实是为了解决整个这个中国 包括大陆地区 这个香港台湾和澳门之间的这个刑事司法协助问题 然后背后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状态就是香港有很多人是逢中必反 虽然它在1997年回归了 但是整个香港人的这个心态 它对中国的理解 对整个世界的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个殖民史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它不是靠法律 而是要靠教育 那么这就回到这个香港 目前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 比如说香港的这个通识教材 实际上在梁振英刚刚担任特首的时候 就试图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 在我看来 它里面其实也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课本的名字叫做中国模式 它比较侧重于讲述中国 1978年以来的这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 因为香港的这个中小学教育里面 缺少关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教育这个部分 2012年的7月份 香港也爆发过12万人上街的反国民教育的游行 后来这个事情就作罢了 直到今天在香港的中小学教育里面 对中国的这个历史和国情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教育是非常偏颇的 因为梁振英时代所推出的这个教材里面 香港人批评说里面只有这个正面 表达中国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这个部分 而刻意避开了敏感话题 但是现在的这个教材同样是意识形态化的 那么它只讲负面的 那么很少有正面的描述 那么像这样的教育就是香港的这个青年 对整个中国的这个理解是非常偏颇的 我觉得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是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 因为我们中国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 这一段历史甚至也不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那么我们有数千年的文明史 如果拉长这个历史的纵深 这样去讲可能会更好一些 具体的这个课本设计其实是一门学问 那么需要凝聚更多的力量 不光是香港的 也包括我们内地就是最好的各种人文学科的 还有教育方面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这样一个教材 可能才有助于培养爱国的这个香港青少年 可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以说内地的这个参与者 他可能是香港特区政府去随便找的 也不见得就能够代表这个领域比较高的水平 那么我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国情教育的教材设计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有经过非常精心的这个教材设计 恐怕才能够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它不是喊口号的事情 本身这个历史它是一种叙事 通过对这种叙事的了解 使他们产生对整个作为中国人的这种身份认同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种原因是非常重要的